我身上的是香槟色 这个是Dusty Pink 再来就是这个黑色 这个款式就有黑色 三个色 一样是来自Premium厂家的 面料是另外一种面料 这个面料应该是之前有用过一次 这个厂家有用过一次 粉色Dusty Pink 黑和我身上的香槟色 跟我这一件商鱼一样是搭得到 所以谁买了我身上这个香槟色的上衣 配搭这个香槟色的裤子 一样是搭得到 for那些上班 可以穿这个长度的裤子的 这个款式也是必带走 还是新年 因为不能够穿太短 跟长辈一起住 然后很多亲戚来拜年 不可以穿的太短的 然后又不想穿长裤在家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版型 这个长度的裤子 今天看来的款式先 它腰巾这边是这样子有一个包 这样子的款式 这样子一层一层 这样子的款式 这个是attached的那边 从它身上还是这样子的 它是服贴的 口袋只是在左边 一边有口袋 另外一边 右边就没有口袋 隐藏拉链一样是由上往下拉 在后面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 然后这个plitted 很明显的看得到 左右边这边是比较大片一点 在右边这边 然后左边这边是比较小 这样子圆续过去 是attached的那边 不能够拆的 这个是不能够拆的 我是身上是穿着香槟 一边而已 对一边而已 它一样是属于宽裤脚 直筒宽裤脚的 OK 不是太关 就刚刚好很失文的感觉 给你讲 对啦 所以说这个的长度 是属于7到8分 就看你的身高 所以说整体一样 算吧 如果你共识可以允许穿 这样子的 一个7到8分的裤裤的话 可以这样子一套来搭 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拉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需要穿M size 这一件助理是需要 L size 助理是需要穿L size 我是穿L size这个款式 那么穿到蚊子上 有的空间一样 就是一个2cm 并说它这个 这边呢 就借你卡牌过就不能了 为什么它有点索腰 是因为腰背面啊 它这个是属于比较大 它多了一层这个 它比起刚才我们那个的厂部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索腰 所以说我穿了 你这样子的配套 会觉得好像穿了一个裙子 不是啊 它是裤子来的一个裤裙 那么这个比起开那个来讲 你看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宽的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 看那个是稍微纸筒一点点的小A的感觉 就是属于比较宽的 所以说裤子方面 这个裤子 如果你的size 我一样啊 一样是需要穿L size 卡牌必须拿大部分 因为它是索腰 我是前面这边多一片 它是比起开那个 它是会比较索腰 我是穿着L 来身高160穿起来 是乞丐以下的一个长度 这个是另外一个款式啊 一样是来自这个Premium厂家的 所以我们今天裤子来讲 短的 中的 长的都有 有秀 对了 OK PB89 卖价99零基 一样是有产家 不一定会需要卖的价钱 然后我身上换了这个Dusty Pink 一样的Dusty Pink配搭回我这个香槟色的上衣 一样是配搭得到 如果你想要配的比较显瘦一点的 你可以配搭回这个Navy Blue的上衣 是搭得到 OK 近看 它这个面料跟刚才那个面料是完全不一样的面料 两个不同的面料 这个面料一样是也比较抗皱的就对了 可是这个面料呢 它就没有像刚才那个弹性 一样是有弹性 可是是非常非常的微弹 完全不一样的面料啊 对 这个是比较接近Blazer的面料 对对对对 它有一个小外套啊 这个面料是比较接近外套的面料 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拉 它这边 你看它腰间这边 它是一层一身的 它是attention那边 不能够拆的 所以穿起来 overall它也会有了一个非常修复的效果 像刚才讲的 在家新年想要穿的很有仪式感 可是又不想穿长裤 想要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中长的 这个非常适合 还是那些上班可以穿这个长度的 这个也非常适合 一样你配搭这件上衣 是非常有职场感的修对了 简单 可是穿起来 它很有那个感觉 只要穿的比较女人味的话 带走我身上这个打底皮 只是在比起长裤来讲 如果你的office allowed 穿那个长度的 这个上班也是可以 因为一样是很斯文的感觉 就对了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 这个固子呢 这个它的那个腰围就是属于中压 高腰的那个裁剪啊 它是属于高腰 所以它穿起来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加上它这一片啊 它是另外这样子车的啊 所以它穿起来 它会有那个修复的效果在那一边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 这一件啊 这件裤子助理是需要穿L size 我一样是穿得到S 下白就属于一个这样子小flare的款式 很斯文很斯文 你蜜杖它有点像裙子这样子 它是Beloni的那一个长度 不想穿长裤的 这个吧 带走这个 因为有些人是不喜欢穿长裤的 这个长度 不会太长 也不会太短 就刚刚好 然后我身上这个Dusty Pink呢 也是比较啊 怎么说呢 它不挑年龄穿啊 它不是那种正粉啊 它是有点pitch pink 这样子啊 比较像一点浅浅的灰粉 啊pitch pink啊 所以说 这个粉它不是正粉 它一样 不会有挑年龄的那个的问题 好 来我去画黑色给你们看 黑色这一次呢 我就配搭Ending Go的上 因为我觉得这个Ending Go配搭黑非常特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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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OVERAL黑色是比较素的颜色 我就配搭一个特殊的颜色的上衣 就是这个金色这样子的上衣 穿起来是非常高雅的那一种感觉 黑配搭了ANTIKOL裤子 助理是穿L size 我是穿着S 最小的马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 你看整体穿起来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你配搭 所以很多时候就要看你上半身 你下半身穿什么颜色 你想要不同的感觉 你上衣配搭一个不同的颜色 它可以提升整件的那个款式就对了 裤子如果黑色来讲 就是属于裤子的经典的颜色 所以我就配搭这样子金色的上衣 裤子长度是Beloni的长度 它不是裙子 可是你这样密造 它感觉它像裙子 像一个小A的一个版裙 不是啊 它是裤裙来的 裤子 然后又是在后面有上网下啦 想要找这个长度的裤子比较少有 因为毕竟像他讲的 这样子的长度面料比较多 可是它卖价不能够到多少 OK 然后加上这个厂家 这个价钱99零级 基本上之前有一些是10多 119你看看 有些去到119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厂家 这样子的款式有一些甚至去到159 现在只是99零级 面料是全新的面料 比较少有的面料 也比较高档啊 这个面料 高档的面料 OK Dusty paint Champagne OK Champagne color 加我身上的黑色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 这一件是穿L size 我是穿着S 黑色配搭了Champagne color的上 你OK 非常优雅的那个感觉 嗯 上半身整体是属于一个比较性感的颜色 然后上半身来说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直肠风的 那个的颜色来配搭 所以上半 想要穿得比较断装一点的 选择黑或者是香槟 OK 黑或者是香槟 只要比较甜一点的 比较女人味的话 你就带走这个Dusty paint 三个色 嗯 它没有做白色 它就以这个香槟色来代替了 白色 那现在想要穿得比较显白的话 带走吧 这个香槟色 香槟色一样是配搭的到我身上 这个Antiglo的上衣的 只是我看你们要配搭起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香槟 粉 还有黑 ZPP89 价钱是99 S到XL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穿L size 你需要你的黑色粉是M size